下面会有一个作业 就是下个礼拜因为是那个 这个连那个什么 你们的春假 所以呢请各位利用那个 这个时间的安排一些行程 那也就是说呢 你把你出去旅游 其实把你的游玩 但前提是你要利用云端 利用一些新科技 那把这些东西呢 做一篇报告 所以我在我们的那个作业里面也有提到 不过不用急着马上交 但是我希望你们是真的花时间 去思考 思考这个部分 那作业部分我这边有提到 总共这边有一个 就是这一个 那主要就是说呢 撰写一个类似像科技 科技不是说叫你去 科技那边 是说利用科技 辅助你的那个旅行 然后把它写成一篇 心得报告 那最好是能够 你的城市还能够提升到文学 里面有一些文学的素养 那当然是更好 OK 那这部分的话当然有几个啦 比如说利用我前面讲的Google地图 然后Google地图里面的话 当然他当然会可以帮你做一些行程的规划啦 记录你的一些时间轴 另外的话呢 并且请各位开启 第二个就是说 在地想导功能 OK 也就是说我会希望说 你们把之前我讲过那个在地想导啦 那功能呢 把它打开 然后呢 慢慢习惯的就是随时记录一下你的生活 OK 像我的习 我也是慢慢已经习惯了 出门在如果没有拍个照 没有记录下来 或者是说没有把我的心 我会觉得好像今天没有 出门好像没有做到一些事情 另外的话会 反而会更激励我 就是说 因为我看到我上面 已经跑了那个 就是在地想导那个地方 我已经去了那么多地方 然后又会觉得说 好像是不是可以去更多地方 所以呢 有时候会 你的贡献 比如说呢 他这边会显示出我去过的地方 然后呢 会更加深让我希望能够去更多更多的地方 所以每天有时候打开地图呢 就开始去规划一下我的行程 下一个地方能够再去哪里 没有去过的地方 也就会很想要去看看 那看 其实旅游并不是说只是单单 只是去玩乐 其实有的时候你去一个新的地方 真的会有不同的收获 我觉得这收获 真的是要眼见为平 而且你真的要到那里 你才真的感觉到 真的是不一样 比如说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我突然有个念头 我想要去看雪 比如那个就是冬天的时候 那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呢 我真的去看雪 跟我想象中的雪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飞到哪里 飞到日本的东北 因为我其实还蛮喜欢 日本那边目前的状况 因为目前 因为我比较喜欢 我不喜欢那个很混乱 我会有那种恐慌症 因为人太多 所以我讲过了 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因为人多的地方 我会觉得很有压迫感 而且只要有一些人躁动 会稍微影响到我 因为我还蛮敏感的 而且会有些声响 有没有 我会特别敏感 而且人家聊天的声音 人家聊什么 我都听得到 而且我大概都知道 他们在聊什么 而且甚至有些是 不伦的关系 有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题外话了 OK 不过有时候 其实人太敏感了 对有些东西敏感的话 反而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所以反而会喜欢什么 没有人的地方 所以我很喜欢像 为什么很喜欢去日本东北 因为日本东北 它的地最大的 其实就是北海道 地广人稀 人最多 好像我记得 北海道是台湾的 五倍大还六倍大吧 可是人口只有六百万 六百万的话 大概就是 大概台北加新北吧 可是它非常大 所以它 几乎看不到人 所以有一次 我就去北海道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富良野吧 到中富良野车站出来之后 发现了 真的 完全看不到人 而且那边 非常的辽阔 但是你完全看不到人 就是美丽的风景 而且走很久 还是看不到人 那感觉其实还蛮奇妙的 那当然日本第二大的 就是第二大县 我记得好像就是 在这一块吧 好像是岩手县之类的 还是哪个县 反正那边的话 也是地广人稀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就很喜欢 就是到处去旅行 还有像什么秋田 等等这些地方 那亲身也是没什么人 OK 那 今天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 所以请各位回去 就是把那个在地想岛部分 你们当然 如果目前等级没有很高 没有关系 我是建议你就是花一点时间 随时 可能有一些漂亮的风景 就把它拍照下来 像我目前 我已经传了八千多张的相片 我跟各位讲过八千多张 也有点疯狂 好像随时都在拍照 上传 而且这其实 没有很久的时间 大概就是这两三年的时间 我看一下我的时间轴 大概比较积极的在做 就是他有这个在地想岛的这个活动 好像也不过两年 还三年的时间吧 所以那样变为一种习惯 随时拍照 随时上传 但是你想说那个会不会照相 跟各位讲 我也不是随便乱拍 我还是真的是斟酌很久之后 而且最后会上传那个 那个是真的看过了 我觉得这张是可以传上去 我再把它传 不是说烂鱼充数 所以今天的话 像我下课的时候 我就跑到楼上去 我看一下校园里面 突然回想 我那时候念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还蛮喜欢跑社团 那时候还参加摄影社 不过我们那个年代 是用单眼相机 单眼相机用底片的 那时候底片的其实不像现在 可以随便拍 然后就可以随便删 以前底片是这样 你拍了 那个底片要钱 你要买底片 第二个你要冲洗 要有个费用 所以变成说什么 你只要按下一个快门 背后就是一个费用 那时候其实当学生 也没什么钱 所以就变成说 养成一种好习惯 就是你要真的把 那个你想拍的 那个 怎么讲 那个画面你要先构思好 而且构思还不是随便构思 你们大概慢慢可以遵守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我想到哪边都应该是相 都可以 都可以 那个用这种理论 就是说你的相片里面 你可以把它画个景致 那 就是 比较能够抓到你的 这个视觉 就是 基本上就是这个 这个点 跟这个点 这四个点 OK 所以你基本上人脸 不要放在这边 也不要放这边 最好的就是 放在 这两个点 你想说 那人脸到底要 哪个点比较OK呢 基本上你要看 你的脸要朝哪个方向 比如说 你的脸如果是朝 朝这个方向的话 那记得你要放这边 OK 如果你的脸是朝这个方向的话 记得要放这边 为什么 因为 主要原因是这样 就是你要让人家知道说 那边有东西可以看 所以那边要尽量空一点 不能说你看那边 结果那边已经没有画面了 OK 所以尽量的话呢 你 这有时候是构图 你要怎么去营造那个构图 我觉得还蛮重要 所以像我手机本身照相 我就会把那个 它有那些那个 那个景致的那个 我就把它打开 OK 其实这也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那个 尽量如果你是拍风景 尽量能够拍出那个延伸的感觉 最好是一眼看过去 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但是很多东西里面 还有个焦点 就是最终的那个还看得到 那其他你也可以看得到 让人家有一个延伸的感觉 OK 所以你们也可以看一下我那个里面的照片 有些构图还是真的是有斟酌过的 OK 所以如果你对那个摄影部分不太熟的话 建议也许可以花一点时间 看一些有关摄影相关的知识 如果不知道去哪边看 很简单 你到那个YouTube上面打一下 摄影教学 一堆人教你摄影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摄影的时候 记得开那个HDR 如果是像那个现在光线很强的话 那你刚好在暗处的时候 会变成暗处你的脸很黑 然后后面很亮的话 那如果HDR打开 基本上可以补足这种光源补足的问题 我觉得HDR还蛮好用的 OK 其他的话呢 大概请各位就是稍微 把这个我前面讲的在地祥导部分 稍微再试试看 那其他的话 像我的相片 而且每一次每一次都会增加一些相片 像我这个 这个这个假日 我就跑去那个郊西 那边有一家那个还不错的博朗咖啡 那这个博朗咖啡在郊西 也是新开的 而且这个我还蛮推荐各位可以去的 为什么 那个地方刚好是 算是当地一个豪宅 他把豪宅拿来当什么 拿来当一个咖啡店 而且消费其实还蛮便宜的 不过可能会有个问题就是 那边好像离车站有点远 所以如果你们要到那里的话 恐怕还有交换工具 我们是自己开车去 所以这边的话 你如果想要看 有没有 我会把停车场 我会说停车 如果你不是停车场 你可能要自己开车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餐点也做得不错 像这样一个餐点好像才85块吧 OK 我觉得他的那个价位其实真的还不是很高 但是东西还不错 而且风景其实还蛮OK的 这个咖啡 然后我们吃的东西 外面有个游泳池 不过不能游泳就是真的 很想跳下去 像今天这种天气 真的就很想要去游个泳 OK 那其实外面风景还蛮不错的 然后他的价位大概就 如果单点大概85块 如果你再加一杯饮料的话 也不够100多块 那你可以在那边做整个下午 然后拍个照 附近风景也蛮漂亮的 蛮辽阔的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行程 规划一天 感觉其实就还蛮舒服的 诸如此类的 像我上面就会放一些相关的照片 而且你们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去记录你的生活 OK 他其实 其实前一天我们是住那个 一个温泉旅馆 OK 里面也有温泉 泡泡温泉 隔天去喝个下午茶 人生其实就还蛮惬意的 这样不小心暴露了我的生活了 这样会让人家太羡慕 OK 重点不是在这里 我是觉得 调气嘛 因为平常其实还蛮忙碌的 像待会的话 可能要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有个作业 就是去做那个 有关Google相关的 那有关 那接下来的话 今天我们要接下来看就是 那个AI这个前面讲过了 相关的影片 我有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 就是我们的Poto上面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YouTube部分了 也就是说后面呢 会有一个其中报告部分 那其中报告我讲过了 请各位呢 就是针对什么 针对YouTube YouTube部分哦 你可以是某个频道 或者是某一个YouTuber 或者是某一类的YouTuber都可以 做一个这个报告 其中的话我们当然不考试啦 我们就做就是做报告 那报告的话呢 那基本上请各位哦 脚交的形态 我看就是你们脚交给我 PowerPoint好了 OK PowerPoint 然后可能还是要请各位就上 做上台报告 还是要上来讲一下 时间的话 尽量控制在那个15分钟以内哦 所以请各位哦 上台报告的话 先彩排过哦 你不要有些同学意犹未尽 讲太久了 OK 15分钟一到 我就会提醒你 哎 时间到了 如果没讲完的话 你可能就赶快 赶快做个结论吧 然后另外的话呢 其中报告的部分哦 你可以是一组同学 你也可以是一个人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是一组的话 人 今天还是不要太多 因为我要打分数的话 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 因为每个人都打一样的分数 好像似乎有点不太 不太 就是变成如果每个人 做的事情不一样多 可是打一样的分数 感觉好像公平性会比较欠缺 所以如果你是分 很多人一组的话 那你尽量让我知道说 到底谁做了什么 OK 做多少事情 所以我可能会打不同分数哦 OK 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再斟酌一下哦 你可以针对那个 YouTube部分 去做一个其中报告 这第一个哦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来看那个有关 YouTube部分的那个相关的经营啊 还有相关的说明 我想大部分应该对于 YouTube应该不陌生吧 这个YouTube呢 怎么出现的各位知道吗 最早其实哦 那个创始者的名字叫陈世俊 听过这个名字吗 他是一个台湾到美国去的一个华裔的年轻人 你们再Google一下陈世俊这个名字 或者是YouTube的创办人 他就会出现了 然后这个陈世俊的话哦 他最早呢 他的念头 他自己讲说哦 他会创YouTube的话 这个You就是你嘛 Tube其实就是美国当地的 算是礼语啦 就是电视的意思 就是你自己的电视 就是你自己可以开一个电视 就开一个频道的意思啦 然后他刚开始的想法很简单 因为那时候在2006年是 2006年是YouTube卖给Google那一年 可是他实际上前三年吧 2003年其实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他也做的蛮行 他本来想说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很好 就是说他想要弄个平台 可以让大家把影片上传 只是这个想法哦 然后他开始去做 结果后来发现 大家都很喜欢这样的方式 大家都很想要把影片分享 给其他的亲朋好友 可是他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呢 很多人使用他的平台之后 他因为他免费的平台 他发现呢 哇他不断要买很多的电脑 很多的设备 然后呢 他开始要怎么样 开始他的收入 入不敷出 然后开始要到处借钱 而且呢 甚至啊 还 曾经啊 欠银行非常多钱 成为卡奴啦 就是一直不断烧钱 那时候他的父母亲啊 知道了之后 也觉得说 你怎么这样子呢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你做这要干嘛呢 做这些事情 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要继续做 他父母亲就极力反对 一直跟他讲说 你就放弃了 不要再做了 后来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结果呢 Google就看到他做出来成绩 有一天呢 就跟他谈合作 说 你把你的股份 你把你们的平台卖给我们 他说卖多少呢 Google开了个价钱 多少呢 开了6亿美金 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数字 6亿美金 OK 6亿美金 一戏之前呢 他不只是把他的债务 全部偿还了 而且他还变成一个亿万富翁 然后呢 他生活 他那时候才几岁 才256岁而已 他就可以享受他的人生 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应该 环游到哪里了 可能每天都环游世界 所以呢 他后来在那个天下杂志 他有来台湾好几次 天下杂志有采访他 然后问他说 请发表一下 你对于创办那个YouTube的感言 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 很经典 他说 千万不要听你爸妈的话 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因为他成为卡 他爸妈极力反对 说你为什么不乖乖的去 把你的工作做好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 无谓的事情 然后呢 又花那么多钱 最后还欠了一币股债 你得到什么 不过呢 有的时候真的要坚持 你还是要让你的父母亲知道 你们以前的过去 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们那时候没有网路嘛 OK 很多知识其实 在你父母亲那一代 是没有的 所以他们不能了解说 有一个新兴的东西 到底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多少 而且你看看 YouTube现在影响全世界多少 如果现在 这个如果跟电视比起来的话 我想YouTube的影响力可能更大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所以他讲的也蛮有道理的 不要听你父母 不好意思不是真的要叫你去忤逆你父母亲 意思是说 如果你今天真的知道 那个决定是对的 那就要勇往直前吧 OK 所以请各位 那后来的话 他好像 人生就这样了 真的是豁福相依 为什么呢 因为 他这个把YouTube卖给Google之后 当然就变一万富翁了 可是没有多久 突然传来一个噩耗 什么呢 他去检查 他发现身体不太对劲 检查之后发现什么 他得了脑瘤 真的 人生就这样子 对不对 感觉好像已经在天上了 突然又掉到地底下 而且不止掉到地底下 还掉很低 对不对 OK 所以人有时候当然 不见得少 不过后来好像开刀 我不确定他现在是不是活着 你们可以Google一下 OK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我陆陆续续看到的新闻 我觉得蛮好的 其实可以给大家一点点启示 就是很多事情 其实不是不能做 而是你要勇往之间 你觉得对的事情 你就要坚持 另外跟各位讲一个概念 我身上看 我是觉得我自己体会到的 很多的工作 在现在是不存在的 在现在不存在 也就是说 有些工作 其实是你自己把它创造出来的 像很多YouTuber 他们本来没有工作的 他们为什么现在变YouTuber 很简单 拍影片 拍到某个程度 让别人看到了 OK 而且呢 有一定的订阅人数 他其实就可以当全职的YouTuber 那所以他工作是谁给他的 他工作是自己给自己的 所以机会是怎么创造 就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OK 所以特别注意 很多东西真的是自己创 但是前提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努力 不是说你随随便便拍一个影片 然后拍得很烂 谁要看啊 对不对 拓棄你就来不及了 还觉得看到就觉得烂片 对不对 直接点那个烂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真的要花很多时间 不断不断的去 去把你的东西内容 把它做到最好 就像那个菜阿嘎 会一路看他 从 他会串红 最早 不知道各位 这叫菜阿嘎吧 他怎么串红的 对对对 是打篮球还是打棒球 打棒球 结果好像作弊还是什么的 结果他就出来 他就是 就是骂那个韩国啊 然后呢 那那时候拍的影片其实很差嘛 就是只是说在好像河滨公园还哪里嘛 然后随便拍 拍一个影片 然后把它上传 结果得到很多人的共鸣 大家说对韩国怎么样 然后就开始 他就陆陆续续就不断在拍类似的影片 不过后来他发现好像这样的 骂韩国好像不能消费太久 所以他慢慢就只好消费别的东西了 越拍越好 而且那时候其实还有一个长进人 不知道各位应该知道这个长进 不过后来那个长进人好像不见了 有没有 也不知道那个 那个好像是他的 东吴的 好像是他是社会研究所的那个 的同学还是怎么样 后来长进人有出现吗 有看到本人吗 真的吗 因为每个人都会 真的吗 你有看到本人吗 真的 有吗 有本人吗 因为他的声音真的 他的声音真的还蛮好听的 只是说大家都很好奇说到底他长什么样子 结果后来我真的也每个影片都去看 我还没有看到了 我不知道后来我就没有去找那个长进人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OK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 机会是自己把它创造出来的 就像说我待会去那个全红那家公司 他们找我其实将我一个课程 那个课程其实也是我自己把那个课程给创造出来的 所以变成怎么样了 你要找别的老师可能还找不到 你还非得要找我 所以我姿态可以摆很高吗 没有事 你去找别人 不过最后还是会找我 OK就很奇怪 因为我屡试不爽 之前也有那个像其他公司也是这样 我说没有办法 我没有时间哦 然后姿态摆很高 后来还是回头找我 但是前提你要注意就是说 一定你是 你应该就是你有独特性就是除了你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一模一样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点你真的就可以稍微姿态也不是摆高啦 就是说你姿态可以稍微你有选择权的也就是你可以你选择你未来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 OK 所以呢 当然你现在如果不选你现在如果没有做一些事情的话啦 未来真的你会被别人选择 就是说你做什么是别人告诉你要做什么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做了什么以后你是可以选择你未来生活 OK 我觉得这一点好像似乎还蛮重要的 我是只是心得分享 我没有特别的意思 反正你们自己去思考 因为未来的人生是你们的人生 而且你们遇到问题可能又跟我们不一样 是不是 OK好 所以呢 为什么我会特别强调一些未来的新科技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东西就决定你们未来的人生 该是什么样子 那如果你能够在新的科技上面有 有一定的了解 甚至有很多的心得 有很多的作品在那边的话 那我想以后的话 人家会自动找上你 而不是说你会去找别人 他一定会自己主要不是你去要去找他 所以变成说是人求是跟是求人关系 如果你没有什么才能 每个都一样的话 那你只能去找工作 OK如果说呢你是独一无二的 除了你之外没有别人的话 那变成是是求人 人家是来找你还拜托你 OK 所以 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大家跟各位分享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大概看一下 后面的话我们就要来 针对那个YouTube部分 做一点事情吧 OK 那因为呢 后面的话 会有个针对那个YouTube部分 去做一些报告 那我会希望说你们 先把那个那个YouTube的影片 也许就是截录一些让大家先看一下 不然不是每个 每个人都对那个YouTube非常熟悉 可是问题他影片一定非常多 那怎么办 请你 要先做一些整理 你不要15分钟全部都要放那个 那个人的影片 放完 没时间了 所以你要怎么样 要剪一下 你把影片稍微把最重要的 或者甚至你把那个人 讲过的最精华的部分 剪成一段影片 最好不要超过三分钟 也就是他可能有三百分 三百个小时 但是你只有三分钟 那你要怎么办 所以呢 你要非常的清楚 这个 你要报告的这个YouTuber 他到底有哪些特色 OK 记得啊 抓特色 你不要没有重点 我发现我最最怕是 同学报告里面没有重点 讲完之后 我都不知道他的喜欢YouTuber在哪里 那就麻烦了 所以 记得啊 一定要让我知道一下 到底 那个YouTuber 你喜欢他什么 所以呢 待会的话我们会 稍微讲一下 就是第一个 你如何去YouTube 找一些影片 不过找影片应该大家都会啊 可是我讲一些 可能你也许不会的东西 第二个的话就是 如果你找到那个影片之后 你要怎么样把它下载下 因为我们 報告的时候 你不要给我现场 直接开YouTube 转转转转转转 结果如果网路 刚好不流畅的话 那你在那边转转转到15分钟到 你可能就下台了 OK 所以请记得啊 你就预先把它下载下来就好了 千万不要现场在那边播 OK 懂我的意思吧 我不确定说YouTube在我们这边播放 会不会很流畅 还是 会有版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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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非商业用途 而且我们在教室 针对教学啊 你不要再次 他有个前提啊 就是你把它商业化 有没有 之前古阿默不是被告吗 对 然后一直变成说我没有商业化 可是问题你 你把它丢到自己的频道里面 你有赚那个广告金吧 而且古阿默一年的广告金破千万 你说你这个没有 没有赚到钱 谁会相信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有争议了 但是我不知道古阿默最后他官司如何 各位有没有 不过应该有赔钱 我不知道官司可能还在打吧 因为台湾针对智慧财产权权 其实还蛮严格的 好像有刑事责任 可能会被抓去关 OK 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再次 而且不要把你的影片 再拿去给别人 但是如果你是有条件再次 比如说像我们教学上的使用 这个其实基本上 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我有看过 智慧财产规范 好像不在此线 所以我们有一个保护闪 另外的话还有 还有 第二个就是不要公开播放 所有的公开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把门关起来 关门的话就不是公开了 但如果开门放在外面播放 那就是有那个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待会的话 我大概会讲一下 YouTube里面的相关的重点 然后呢 到时候你们报告的时候 记得就是先把它剪好了 至于怎么剪 怎么接 我想这个 大概我分享一些简单的心得 当然你也可以用类似威力导演 那种工具 也可以 不过那个工具真的非常的复杂 而且不太好用 OK 应该算简单的 其他的话还有像播放清单 云端上有一些剪辑工具 包含就是说呢 它里面可以做这些功能 甚至可以上字幕 字幕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影片里面没有字幕的话 那当然人家看得很辛苦 再来的话 最重要就是说 我希望你们之后 可以自己创一个YouTube频道 然后利用这一次旅行的话 顺便把你的出去玩的 包含相片 包含影片 也许可以也把它传到YouTube上去吧 所以我们也许 其实可以产出蛮多东西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 第一个先怎么样 先到你的那个YouTube上面 然后先做 把那个YouTube部分的频道先建立 再来的话就是说去找一些有关那个 你喜欢的YouTuber 待会我们要练习就是 如何下载那个YouTube的影片 把它下载下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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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